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等待我们的冯金牧师 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冯金牧师讲到非常重要的 浓缩的可以说是四个最宝贵的属灵的宝贝 那用很简单的四个词来总结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得救 我们也讲过了得胜 得赎 今天我们就要请冯牧师 来给我们讲这第四个词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姊妹 非常的兴奋 而且非常的高兴 就是因为今天我可以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 继续的讲耶稣基督到底 让我们得着了一些什么 这四个得着的东西呢 请你记下来在你的脑袋里头 第一样得着的就是得救 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得救 从这个黑暗的各样的罪恶里头得救 也从非常的沮丧里头 失望里头 甚至于想自杀里头得救 所以我们今天是需要得救的 当然吃饭了 说话了 做工作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得救比这一切都重要 这是首先要做的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 就是把心门清清楚楚 牵牵背背的打开 对主说请你把你的鲜血 在十字架上留下来的鲜血 给我 让我能放在我的心灵里头 因为血能够除罪 就把我从我的黑暗里头 就把我从我的重担里头 就把我从我的绝望里头拯救过来了 而且呢 那个鲜血呢 是主耶稣的鲜血 就是等于他的身体 等于他的生命了 因为血就是生命了 比如说有一个人把他的血都放掉了 你看他死不死 一定死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耶稣基督的鲜血呢 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印记 那个印记什么呢 就是得救的印记 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头 所以这是永远得救的一件事 那么第二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得胜了 因为呢 我们虽然有了这个印记在里头 就是说呢 我们是已经有了定金 英文叫做deposit 有了定金的一个人呢 在主的面前 我问你 假如你要买一个屋子 那个屋子还没盖呢 只是有一个图片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计划 你说 哎 那我就要这个吧 那么那个卖屋子的人呢 就会对你说 你先把一部分的定金给我 大概呢 五千块钱吧 大概是一万块钱吧 等等等等啊 那么你就先把那个金钱呢 交给他 当然有那个律师啊 各方面的保证了啊 那么你的钱呢 交给他之后呢 那个就是定金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屋子是不是你的 你说 哎 好像是 也好像不是 比如说 是 那屋子还没盖呢 怎么可以说是呢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已经交了定金 这个就不得了了 我已经交了定金了 感谢主了啊 我们在主耶稣里头呢 因为他的保血在我们里头 已经成为一个定金了 已经成为一个信号了 已经成为一个印记了 所以我们第二个得着的是什么呢 是得胜啊 这个世界不能够胜过我们 虽然给我们有困难 虽然给我们有灾难 虽然呢 给我们遭遇很多很多的重压 但是呢 我们靠主得胜 所以呢 第二个得呢 是得胜 所以保罗说 我真是苦啊 我想做的 我反而不能够做 我不应该做的 我反而去做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 从这个取死的身体里头出来呢 然后他下面说 感谢主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得着了 已经得胜了 那么所以第二个得呢 是得胜 我不知道你得了没有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得熟了 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身体 去见主耶稣 因为这个身体呢 我现在要戴眼镜 到天上没有眼镜了 不能够用这个戴眼镜的眼镜 去看主耶稣啊 不能够用这个每天都要洗澡的身体 去见他 因为呢 是臭的 这个叫取死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必须改变 所以呢 圣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将来主耶稣 来到半空当中 他要点名 他要吹号筒的时候 我们就要醒来 我们这些活着在地上的人 我们就听见那个声音 就要对他说 我到 我在这 我在这 那些在我们前面已经睡着了 就是躺在坟墓里头的 那些基督徒又怎么样呢 他们要从死里都复活 死里都复活 跟我们一块呢 到主耶稣的面前 但是我们不能够拿这个身体 跟他一块到天上的 那要怎么样呢 就要改变了 所以呢 第三个我们是得熟 就是说一撒那之间 我们这个身体就会转变 就好像主耶稣第三天 从死亡里头复活一样 那个叫做复活的身体 那个叫做得胜的身体 那个叫做灵体 那个叫做荣耀的身体 我最喜欢这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将来呢 我们会有这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第三个呢 是叫做身体得熟 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得熟的身体 到天上去的时候 这叫做教会被提啊 圣经里头非常著名的 一个名词 教会被提 就是我们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 要见主耶稣的时候 有三个步骤 记得啊 记得记得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在先到半空当中 见他的面 到半空当中 见他的面的时候呢 地上呢 我们已经离开了 这个地球呢 就会遭遇了很大的灾难 那个大灾难呢 我们相信啊 就是启示录里都所讲的 那许多的灾难 那些灾难呢 总共要经过七年 所以呢 地上有许多的灾难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 有耶稣基督宝血在我们心里头的人呢 我们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到半空当中 与主耶稣基督见面 为什么要到半空当中呢 因为先交账 先交账 我今天呢 读那个路加福音 我读到他的第十六章的时候呢 就要讲到一个灾难的人呢 他的主人对他说啊 听说呢 你对金钱不干净 不清楚 常常偷我的钱 所以你要把你的账还给我 向我交账 我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就想起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交账的事 交账是什么呢 我们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呢 先在半空当中 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 我们在半空当中 也应该有七年的时光 因为从许多的圣经的记载里头呢 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的 地上有七年 半空当中也有七年 我们在这七年里头做什么呢 做一个交账的工作啊 所以呢 你把交账这两个字呢 写下来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所讲过的 我们所做过的事 在主耶稣里头所做的事啊 在主耶稣里头所讲的 我现在做牧师呢 正正事实已经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那么这个五十年里头 你说我每天所讲的道 要讲多少话呢 而且我在教会里头 做牧养的工作 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要讲多少次呢 查经班里头呢 团体里头呢 那还有主日崇拜里头 所讲的道 我要交账了 主耶稣呢 就会对我说 诶 你某年某日讲的那篇道 诶 不错啊 我一定呢 非常的高兴 因为主耶稣说是不错 那我就快乐得不得了啊 因为呢 我是用了两个礼拜的祷告 在主的面前 思想思想 修改修改 但是假如有一句话 主耶稣对我说 诶 你某年某日 你那个时候 刚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 有一次你讲的那篇道 是胡说八道 就是混乱得不得了 叫那些听的人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呢 我就要面对 他给我的责备 哎呀 糟糕了 我这个讲道的人呢 因为要交账了 所以我要非常的小心 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我做事呢 就越来越小心 我宁愿 讲少一点 因为圣经里头呢 有一句话呢 讲得很清楚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不要讲太多的话 你应该讲那些合实的 慢慢地讲 好好的思想过了 再讲 然后呢 把神的话语呢 传扬出去 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呢 我想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白空当中呢 主耶稣呢 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侍奉 把我们在教会里头的生活 把我们在家庭里头的生活 在社会里头的生活都展开 我们为他的缘故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看见 我们所讲过的每一句话都要看见 许多的失败要拿出来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呢 最可怕的一句话呢 是这样 主耶稣对我说 哎 你为什么信了耶稣 受了洗礼 呦 四十年了 从来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耶稣 为什么 是不是觉得 主耶稣的宝血不够珍贵 是不是觉得还喜欢犯一犯罪 做一些罪恶当中的快乐 还是你怕那些世界里头的人 不敢向他们传福音 不敢叫他们信耶稣 怕人比怕神更多 哎 这个就糟糕了 我想到那个时候 假如主耶稣说 为什么 信了主五十年 你没有好好地读圣经 你没有好好地听道 你没有好好地过一个基督徒的光明的清洁的生活 你也没有好好地传扬我的福音 你没有叫你的家人信主 你是得罪了我 你是白白在世界里头 活了这五十年的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说你不可以得救 不是说你没有圣灵的印记 不是说天堂不属于你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你在世界里头 信了我之后的那一段日子里头 没有好好地接圣灵所接出来的果子呢 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 圣经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 叫做从火里头抽出来的一根柴 换句话说的就是火已经烧着了 就在你的身边了 你是仅仅被抽出来的一根柴 就是仅仅得救 你看 这是何等的可怜可怕的一件事 今天主耶稣的宝雪在我们的身上 每天每天与我们同在 不单只是要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力量 而且呢 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头 活出它的样式来 以至于呢 跟我们相处的人呢 他们都可以觉得 哎 我们是不一样了 因此呢 他们就会被吸引到主耶稣里头来 而且呢 他们会得救 所以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呢 将来在半空当中呢 第一件事 我们所做的 就是先见主耶稣的面 到那个时候呢 见他的面的时候呢 是交诈 我相信呢 有很多的人呢 是带着累累的果子 很多很多的果子 到主耶稣的面前 主耶稣说 啊 你这个又忠心 又良善的不仁 进来跟我一块吃饭 哎 这是好的 不能够再好的 但是我就怕有些人 主耶稣说 你是从火里头抽出来的 仅仅的一根柴 那就糟糕了 当我们交账之后呢 我们还要跟主耶稣呢 一段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告诉你呢 到了第二个阶段了 就是天地都要消灭了 宇宙万物都没有了 但是不要忘了 人的灵魂是不死的 所以呢 到了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白色的宝座 在天地之间出现 白色的宝座上面呢 坐着一个审判者 那么天地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这个白色的宝座 海 海就代表黑暗 就是说死亡了 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地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每一个人都要复活 每一个在世界里头 生存过的人都要复活 复活干嘛呢 复活到这个白色的宝座的面前 受审判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亲眼看见秦始皇 我们也亲眼会看见摩西 我们也会亲眼看见 我们的祖父祖母 那些已经离开我们 到坟墓当中的人了 所有的人都复活了 包括我们自己在里头 然后呢 在这个白色宝座的面前呢 那个审判者呢 拿出两本书来 一本书呢 叫做名册 就是名字的名 手册的册 就是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人的名字 都在上面呢 那么他就叫这个名字的时候 那个人就要出来 那个死亡 阴间 都把他当中的那个灵魂 带出来啊 于是乎呢 就站在这个白色宝座的面前 然后就照着他生前的举动 照着他生前的行为 照着他生前所讲过的话 所做过的事 所遭遇的事情 以至于呢 他受审判 这个宝座的面前的时候呢 他所做的事 都已经表现在名册上面了 他所讲过的 所决定的 他所应该做的 都放在那个事情上 因此就照着他所做的 一件一件 一句一句 每一个思想 每一个思想呢 把他审判 因此呢 他就被定罪 condemnation 英文这个字你应该学 condemnation 我们是没有condemnation的 我们是不定罪的 不是说我们不定罪 我们是已经定了 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 神的儿子已经把他定罪 而且死亡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是不需要有condemnation 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在十字架上 而神儿子的鲜血 他的手 他的身体 他的头 他的脚 所流出来的鲜血 不是白流的 是为我这个罪人流的 没错 我是一个罪人 没错 我所犯的罪 有自私 有骄傲 有撒谎 有偷盗 有色情 有嫉妒 有各样的事情 但是 我因为把耶稣基督的鲜血 接到我的身体里头 接到我的心里头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的代罪羔羊了 代替的代啊 代罪羔羊 所以呢 我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脏东西 脏的思想 脏的行为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已经被对付了 所以呢 那个condemnation不在我的身上 但是 他的罪还在他身上 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的结局就是到撒旦 魔鬼的地方 那个就是叫做地狱 地狱的虫是不死的 地狱的火是不灭的 我又读到那个十六章的时候呢 又读到那个拉斯路跟财主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啊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啊 那么就是那个财主呢 将来在地狱的火当中 哎呀 他烧得不得了啊 他就说 亚伯拉罕啊 亚伯拉罕 你把你怀抱当中的那个拉斯路 拆把他过来这边 用手点一点水 给我量一量我的舌头 我在这个地狱的火里头 很辛苦 但是亚伯拉罕说 我跟你是隔开的 不能够来往 虽然这是阴间 但是呢 不能够到你那个地方 那然后那个财主又说了 你赶快的叫拉斯路 从死里头复活 到阳间去 告诉我五兄弟 我还有五兄弟 叫他们不要到我这个地方来 赶快的信耶稣 赶快的信耶稣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圣经 圣经里头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事情 也记载了他死在世界上为我们死的事 他们有圣经可以读 可以相信 不需要一个死人到他们当中来 我曾经有一次回到我从前居住的香港 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呢 就把他们家庭里头的地址电话呢 告诉我 我回到香港去做了一件大事 你知道什么事 我就立刻的打电话 告诉他的家人 说哎 你的孩子 你的兄弟 在外国念书 在我住的那个城里头 跟我一块 就在教会里头 我们大家可以享受 在基督耶稣里头的那个和平 喜乐 平安 这一次我回到香港这个地方来 他们拜托我做一件大事 就是要跟你联络 因为什么呢 我已经借了我们 从前那个很大的礼拜堂 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 在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聚会的机会 请你们都来 哇 你来了好多人 我就讲那个拉萨路的故事 给他们听 我说你们要赶快信主啊 有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的保全 神爱诗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没忘返的佣生 哇 那个晚上 很多家人信主 你说这一件事 是不是大事呢 将来在天上呢 有一个白色的宝座 那个审判者是谁呢 就是耶稣 耶稣呢 有一本书叫做明册 但是另外的一本书叫什么呢 叫做生命册 The Book of Life 生命册 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 他的名字在上面 换句话说呢 就是他今天信了耶稣 有了耶稣的保血 有了耶稣的生命 在他的生命里头 他是一个新的人 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 就写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册上 这个生命册上的人的名字呢 就代表了他的生命 这个人就怎么样呢 他就要跟耶稣基督进入 他的永恒当中 进入他的新天跟新地当中 他就不需要再被定罪了 他的份就不再是地狱的火了 第四个得 得什么 得奖 就是得到奖赏 第三件事呢 进入新天新地 就是我们得奖 现在有一段的圣经呢 你一定要听啊 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七跟第八节 那一段的圣经是这样说的 那美好的让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到我已经守住了 从今以后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 审判我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单只要赐给我 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不但赐给我 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我用了很多时间 预备的讲道的信息 主耶稣说 好 你现在有一个奖赏 那个奖赏呢 可能是一个得胜的冠冕 也可能是一个生命的冠冕 也可能是一个荣耀的冠冕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要得到奖赏的 保罗呢 在他差不多离开世界的时候呢 他说 我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 我现在呢 我要去见我的主 这个见他面的时候呢 我要得到奖赏 得救 得胜 得署 还有什么 得赏 得奖赏 那这个奖赏的一定是经过审判 这个阶段 你跟我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有一件事你应该做的 就是现在 不如就打开你的心门 让耶稣基督进来 住在里头 好不好 把他的宝血给你 以至你可以得救 得胜 得赎 而且将来见他面的时候 可以得到奖赏 我们一块祷告 谢谢我们的颠覆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你给我们今天 这么好的机会 讲到得奖赏的事 就是将来在天上 我们一定可以得着的 现在我恭敬的 把我的心门打开 请耶稣基督进来 住在里头 成为我的救主 我一生一世 要好好的跟随主耶稣 而且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要过一个美丽的生活 让将来我见主的审判的时候 交账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荣耀的账 可以交给你 愿意一切的荣耀都贵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 放住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阿们 我是阿们 我愿意一切的荣耀都贵给你 我愿意一切的荣耀都贵给你 所以我们是一切都贵给你 我愿意一切都贵给你 我愿意一切都贵给你 你都贵给你 第一次 我也有一个事 我愿意一切都贵给你 我愿意一切都贵给你 你也很自贵 借乎我主 为何流血 为何烟烧死亡 为何淡泪 卖卖的我 面临痛快忧伤 求主人同 世家之上 过正为我最强 得在慈悲 岂在怜悲 光彩 借乎我便 不当是脚 谢谢我借 我衣袖 在夜面 我心如花 让你感谢 悲伤 唱天白流连 总是流济 伤心之泪 难成爱心之斩 我唯想着 风险 山西 向后 安生 我和 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收听 我们远东广播公司 非常制作房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 信仰上的问题 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 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 都是由弟兄姐妹 奉献支持的 也希望你能够参与 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